在今集开始之前 希望各位观看这条片的朋友或者网友 你们可以用1-2秒的时间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作为对我们的支持 让我们做得更加好 喉咙 干干的 有少少咳 吃少少热气的 喉咙都好像有点不舒服 这个时候喉咙 红肿 真是好害怕 想起煲什么水喝 想到了 就是龙利叶 菠萝汗果 再加3分1的果皮 化气 潤肺 清热 阿妈厨火 少少咳很轻微的咳 两声左右 不是很重要的 就可以煲一下这个 龙利叶 龙汗果水来潤一潤 咳得很紧要或者谈很多 当然要去看医生 不要只是靠喝这些水 这只是副作的作用 不是真的可以对症下药来 到医你本身 龙耳叶回来的时候 就是这样一沾沾的 洗了 晒了之后 汽水就是深了少少的 洗过之后 还有捞起来的 捞起来的 捞起来是不同的 很有香气的 很清香味道 有些药材谱 多数不和你洗的 配药看它洗不洗 我们回来一定会洗一下 因为有些沙的 这里一盏有四两左右 杂杂不同的 罗汉果也是 每个都重量是不同的 已经是特果 一盒里面只有16个 叫做特大果来的 最大就有40g 甜度 当然是比中果稍微甜点 圆咕噜的压扁去 然后就开开 整个煲是不出味的 罗汉果的作用很大 除了清热气、喉润、肺、肺之外 它亦都可以降蓝固醇 所以很多时候蓝固醇 多数会有些罗汉果 很容易开的 它两样都是寒涼 如果你是身体很容易 要匀、寒、咳、咳、咳、喉咳 即是喉咙咳的那些 喝的时候就不要喝那么多 很多人就说 只要皮 不要匀 不是 什么都要回来的 如果我们用来入药 通常就是用三分一 比三糕 然后我们煲水 就外一半左右 如果你认为 我可以加多一点 那你们自行加多 那我们撕碎它 就这个留下来 下次我们可以煲汤水 我们一次过就倒下去煲了 花了水之后 再下水海鱼 再下几多水 人家常常问煲药 下多少水 医师通常写的水的份量 是根据明火来煲的 明火就是电炉 或者是煤气 如果用电子药 水份量 减少少了 我通常都告诉别人 先下水 倒了材料之后 再匀 好像煮饭那样多一点 不要一本通书就看到脑 好像我们现在这样 就说我下了点水之后 放了材料之后 再 再匀多少水 人家就不太喜欢 罗汉果的味道 它的甜度 和冰糖片糖 蜜棗 是另外一格 做得你家人 是不喜欢这样的甜度 那份量就 不要加那么多 接受到程度 再下一次 再自己煮 凡事都是要自己煮一下 先煮一下 煮好了 可以关火了 看多融 一路煮的时候,气味很清香,感觉人都很舒服 他说潤肺的作用,气管舒服 今集已经差不多了,多谢各位的收看 详细食谱我们会上传在Facebook的专页里面 有兴趣的话,可以查阅 另外,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作对我们的支持,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集再见,拜拜